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树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树在上面 左树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 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座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做一会儿 行为您的祖оз 你可不得地动 dire 俗语 做一个美丽 广义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圈 这个右手就是压着大腿的动辄的那种动面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书印 压着这个左臂以后的话 从那个右臂孔当中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心里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视以来 就是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诚心为主所造的 一切罪业的话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这种气体的形象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个左手呢 就是做那个金刚书 也是压着这个大腿的梗 然后从右手呢 可以说压着这个右臂 从左臂孔当中 出三次个气 心里面观想 从无视以来 自他一切众生 就是以贪心为主的 所作的一切罪业 以浑色气体的方式 就是全部往外排出 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做金刚书 压在大腿的梗 从两鼻孔当中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个气 出三次个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视以来 以这个痴心为主 而所造的一切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这个派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派这个三次气 开始念的 修母法 还有这个延祈祖啊 以诸佛菩萨的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语言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日日落了 以误吸瓦 可看点牌 这三次不知 你带能 걸 也钻成ین 噛 Winston 目属心 你的这种 artist 到底说 这个是こう into stripped maritime 这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就是为了就是你天边无际的一切生生让他们获得圆满震灯剧的果位让真正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发起来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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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凉完那一否上师融入光 融入了自己的身体 然后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变成无二无别 然后在这样的境界当中按住 不跟随以前的分别念 也不执着现在的这种形式 也不能引起未来的各种分别的事情 什么都不执着 这样的境界当中 我们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诸佛菩萨面前发愿 就是从现在开始 就是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众生 自己要发行成就 要成就的话 也不是什么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这个发愿 就是想得到这个成就 想自己也是获得圆满这个佛果 而众生 其他的众生 也想获得圆满的这种佛果 就是像入海般的这些功德 都要想得到 想得到的话 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们世间当中的一般的一个 什么地位 或者世间当中的一种事业 做得非常圆满成功 也需要一番功夫 没有的话 就是不能实现的 同样的道理 佛陀像这样的入海般的功德 就是一定要通过多生累戒的积累资粮 就是积累资粮以后才能现前的 比如说《中观宝蒙论》当中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像我们世间当中的所有的凡夫人和 然后声闻有学无学的这些功德 就是佛德全部集聚起来 然后集聚起来的十倍 十倍的佛德能感召佛德一毛孔相的功德 然后佛陀所有的毛孔相 就是他的一百倍的福德能感召佛的八十岁号当中的一个税号 所有的税号的一百倍的功德能出生 就是三十二相当中的一相 就是感召佛的一相 然后所有三十二相的这些功德的一千倍 就是一千百的话 那么就是佛的密间百好相 然后密间百好相的所有的十万倍的这种功德 能感召佛的无间顶相 就是我们经常在佛显当中 就是获得这个如己 无间顶相 所以佛陀的这种我们见而生息的无间顶相 也实际上是通过这么多生累积的功德 就要才能复现出来的 并不是你说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就马上出现 这也是需要几百戒 几千戒 几万戒 就是像大海一般 无边无际的这种戒当中 通过积累资粮以后才能获得的 所以说 我们修成一个佛的 就是不说我们佛陀的 连我们世间当中的什么神通 神变 或者天眼通 寿命通 这样的这种功德也需要 漫长的世间当中的经过勤奋学习 勤奋努力地修学之后才能感召 才能出现的 因此世间当中的很多的这些功德 并不是无缘无垢的 应该通过自己的这种功夫和勤修而得到的 我们平时看见一些高僧大德的悲心 智慧 或者说他的一些德行 也有些是多生累积当中修出来的 所以说 我们自己也应该这样想 既然这一个工作 都是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当中 勤奋努力学习的话 我们也不能好高无缘 这些功夫也能 守着重点后 教育你 就这样送了如果大家 会让这个人机会 可以看见的 谢谢你 这么多的喜 gwин奋努力学习的话 谢谢你钱 我们稍杀了 我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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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你 对我 谢谢你 很棒 谢谢你 谢谢你 었습니다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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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在一生当中没有这样下过功夫的话 那么口头上是说我在修行 我成为一种修行人 实际上自己欺人的 真正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 就许好人身 恐好自己的像如意宝那样的这种人身 所以自己观察自己的时候 有时候太莫名其妙 太遗憾了 觉得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来到这个世界本来遇到善知识 遇到了这么好的殊胜佛法 可是呢 因为自己的这种夜场烦恼 这个习气比较深厚吧 就是一直呢 对这个佛法的这种信心啊 意乐心呢 就是没有这个增上 没有增上的话呢 当然这个 到这这个行为上的呢 就是不仅仅 就是不仅仅 这样以后呢 我们也应该想到 我们丢了 丢了一个如意宝呢 实际上是不太可惜的 而真正是 获得这样的人身 没有好好地修持佛法呢 就是太可惜了 所以历史上的很多高僧大德呢 为什么自己获得这个人身的时候呢 就是一定要争奋多妙 就是把这个人身如意宝用上 用到这个学习佛法和利益众生方面 这个原因是这样的 否则的话呢 我们如果真的这个漂泊于这个轮回当中啊 就是那个时候呢 恐怕是这个机会都是没有的 怎么办呢 我们再次用什么 对vak日子 您就在这个文章下 全面有一 区块 就在这部里面 就把稳定下一个 速度速度 并不随急 速度 到这一步 可以 的 还会 你 可以 你 所以 感谢观看 下面讲这个案例 就是这个理由 为什么这么说 没有好好地修学呢 下面就是讲这个理由 我离木裁库为其痛苦义 就是这两个颂词呢 就讲了就是我们 虽然在这个 俗佛菩萨面前 就是发了这么大的这个心 发过愿 但是呢 在实际行动当中啊 就是付诸于世间的呢 就是极其微妙 就极其微少 就没有这个做到 就是怎么没有做到呢 我们这个发了愿之后呢 按理来讲呢 我们这个日日夜夜的 应该就是对这个殊胜的对境 就是佛陀的这个 这个佛像面前啊 佛堂里面呢 也应该就是做这个各种 一幻供养啊 真实供养啊 等等就是应该这样的 可是呢 我们就是有没有怎么样做 就是大家也心中有说 我们以前呢 就是按理来讲 但是应该在诸佛菩萨面前 就是供养 就是做各种供养 就是这方面呢 就是也没有就是做到 非常这个圆满的 然后呢 也没有给这个所有的这个众生 不是吸烟了 就是啊 就是在这个 这些众生面前呢 就应该我们这个做佛塔啊 就是修那个金堂啊 或者是造佛像啊 饮信书啊等等 让这些无量的众生呢 就是获得这种这个吸烟快乐 就是应该就是这样做的 可是呢 就是这方面也没有做的 或者是说我们发愿以后呢 就是当时这个 让这个所有的宾客欢喜 就是我现在发心以后 就是应该 我给赐予你们暂时和究竟的这个快乐 可是我在实际行动当中呢 就是根本没有观众生啊 就是没有这个做到这一点 所以也自己非常的这个惭愧 就是在实际行动当中没有做 应该呢就是发心就是以后啊 就是在这个僧众面前也好 其他的这个众生面前呢 也创造就是让众生获得快乐的一些这个因缘啊 就是因缘 然后我们呢 也没有这个移交这个奉行 就是移交奉行的话呢 主要是讲那个发布施 通过这个自己的这个闻思修行呢 获得这个智慧 获得智慧之后呢 让天下就是有这么多的这个缺乏啊 这个佛法这个知识的这些众生 对他们呢应该这个将近说法啊 就是做这个各种这个开示 就是发布施 可是我们呢也没有这个做到 也没有愿满足这个一些 世间当中的这个贫困者的这个愿望啊 就本来世间上是有这个乞丐啊 就是还有一些这个极其可怜的这些众生 我们这个发大心的人呢 应该讲是就是帮助他们的 可是在实际当中呢 可能我们有些跟这个其他的一些宗教啊 就是其他一些基督教等 他们的这个悲心都不如就是 乐际的一切 就是一般的 太好了 能把这个悲心都不如就是 太好了 知道了 如果会给你的悲心 这些你就能够听到 我们就能够听到 人都有带来一听 就能RE而在这之期 对我们还需要的是 最后一切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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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旁生在财势场当中受到生命灾难的这些可怜众生 我们放生 通过做无微布施的 这样做了没有呢 很多人口头上说 放生是很好很好 但实际行动当中 自己有钱的时候 有能力的时候 放过这个身没有呢 恐怕是很多人在这方面也是没有做到 然后呢 也没有就是给世间当中的一些可怜的人啊 流转在轮回当中 被烦恼 这个业障所残伏的这些可怜众生 通过这个佛法和通过这种爱心和慈慧 来就是帮助过他们 遣除他们心里的这种困惑和身体的这种痛苦啊 就是没有这样做过 所以也自己都非常成贵 那么这样一来 刚才上面所讲的所有的这些道理 终结起来的话呢 其实我来到这个世界 真的是唯一的住胎当中啊 就是让母亲的痛苦而已 除了这个以外呢 实际上是没有做到什么事情啊 佛经里面都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在住胎的时候 自己也是相当的痛苦 尤其是在在胎中的 九个月的过程当中呢 让母亲也生了各种烦恼和痛苦 那么这是给父母添加一种痛苦啊 除此之外的话呢 我来到这个世界呢 真的是没有做很有意义的事情 什么那个《诗经》当中呢 也是这样讲的 就是说是 挨挨夫妙 生我娶老 意思就是说呢 让我在这个世间当中啊 就是只是给这个父母呢 增加了一些这个劳苦 痛苦而已 就是实际上没有真正就是 做到这个孝道啊 就是没有真正做到这个 有意义的事情 如果反过来说 我这个即生当中呢 变成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人 就很好的这个修行人的话呢 就像莲次大师所说的那样 就是 就是情得利成狗 知道方成就 意思就是说呢 让自己的亲朋好友 就是远离了一切成狗 也就是说世间的这些成狗 学习这个佛法的话呢 那么就是 才算是这个子孙呢 就是这个孝顺 他的这个孝道呢 就是完全成就了 这个孝顺也不是什么適合搽的 水 TIM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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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说 我们从无始以来一直到今天 真以为对佛法没有心结性 没有希求性 所以在漫长的路道轮回当中 遭到如此的痛苦和困难 所以这些的来源全部归根基地 就是我们对法的希求性太少了 就是不够了 所以到了今天 还是在我们相续当中有如山大的烦恼 就是一直被压制着我们 然后呢 就是我们呢 就是在迷迷糊糊的这个事件当中 就是一直满满武器 漂泊就不定了 漂泊不定了 如果我们还这样继续下去 对所有的这个正法呢 就是毫无兴趣 就像是这个恶狗面前放那个草一样的 就是一点这个兴趣都是没有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轮回的这种这个边际啊 什么时候能这个见到啊 就是一直会这个漂泊的 所以真的 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如果我行持这个善法的话呢 就是乃至甚甚甚甚 对自己也是摁得相当大的 对众生也摁得很大的 就是如果一个人呢 就是出家 一个人呢 就是学习佛法很好的话呢 那就是诸位的很多人呢 就是通过他的威力和通过他的这个悲心呢 就是全部这个贵入佛门 就是 所以对大家的这个恩德很大的 但如果一个人就是做坏事 一个人相续当中生起习惊 那就是诸位的人呢 就像毒药一样的 就是全部就坏坏了 就是像炸弹一样的 就是全部都摧毁了 所以呢 我们就是自己啊 就难得的人生当中呢 就是千万不要把自己 变成非常可怜的人 一定要对这个 辽动生死的这个唯一的妙法感动呢 就是提信心 提信心的唯一的方法呢 就是每天都是要 闻思修行 尽量的大家不要断掉 就是把这个修学佛法和听闻佛法呢 应该像是在自己一生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在这样的前提下呢 就再开始为众生 每天都是做一点有业业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的 一种希望 也的确是一直 很多念的这种上师的教言 归纳起来的话呢 上师最终是大家闻思修行 所以通过这个闻思修行呢 一定会是斩断自相续当中的烦恼 也能这个残除别人这个 其他这个众生的 这个心里的这种就是痛苦和一些就是不善之意 而且变化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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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大 但是咱们 还能 acontecer 关注的被帮助的 这种是呀 这种情绪的 好 呀 其他这个人 这种人能读得了解了解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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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